好了,刚才我们讲了体积中这个水的动态的变化,是不是? 那接着呢,我们看看这个,一看我们就知道了,跟上一讲我们学的一样,这是干嘛了? 哎,该旋转了,是吧? 好,那我们看看这个题啊,这个题是例六角的题三颗形,清华附中的这么一个题。 它说如图所示,是直角三角形ABC沿着哪条呀? 沿着这个直线,旋转一周,得到的立体图形。 哎,这个立体图形体积到底是多少? 好,我们想想,这个旋转怎么办呀?我们是不是不好画? 那这个时候呀,我们就只能靠我们的想象了。 我们想一下,它旋转一周,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 如果你不好想,来,我们按每条边去想,这条边旋转一周,肯定是什么样的? 哎,它肯定是一个圆柱,是这样的吧? 结果它这个边又旋转一周,它应该是什么样的? 哦,它又是个圆锥了,所以它应该大概是什么样呢? 首先有个圆柱,然后呢,里面挖了一个圆锥,你看,这题不就做完了吗? 所以根据这个,我们就知道了,那它的这个体积肯定就是用刚才两个,一个圆柱减去一个圆锥就行了啊。 好,那现在我们就求一下呗,那这个V柱和V锥都分别等于什么呢? 哎,复习一遍,V柱那就应该等于,首先,底面级,那自然就应该是以半径为三嘛。 所以现在就应该是π乘以三的平方,是这样的吧? 哎,然后再乘以它的高是什么呢? 它的高就应该是四厘米,然后减去,圆锥是什么呢? 圆锥是它的三分之一,所以就应该是三分之一π乘以三的方,再乘以四。 其实这块你不用把它们分别算出来,你就想想,这是一个,这是减三分之一个,那当然还剩了三分之二个。 所以这块就应该是三分之二,哎,乘以三的平方,乘以π再乘以四。 好,我们先把这个三分之二跟其中一个三算一下。 三分之二乘以三的话呢,自然就应该是二,是吧? 二乘三的话呢,就应该是六,六乘四的话应该是24。 所以接着我们只要算一下24乘以π,现在说π取三了吗? 没有,说去π取四点一四啊。 所以同学们赶紧自己算一下,那这个最后24乘以三点一是等于什么呢? 所以呢,待会我们回来对下答案呗。 好,这块其实我们算出来,它俩相成的话应该得75.36。 我们看很多单位,啊,厘米,哎,立方,厘米,这个T就做完了。 好了,那通过这个旋转,那我们赶紧还是一样,做一道巩固练习,五还是一个旋转的T。 所以这个T是这样,说直角三角形啊,如果以AB这个边为轴转一轴,AB边都没给,但是告诉你,转一轴形成的圆锥,它应该是一个体积为16的, 呃,16π的这么一个,哎,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事呢? 其实这个16π,我们能给它表示一下,16π就应该等于,呃,你就想如果以BC为轴的话,是不是它就应该是它的高? 那这样吧,我们给它标上,如果这个是A,那这个是B,这条边就应该是C,是这样的吧? 所以,现在它的这个圆锥的面积就应该等于什么呢? 三分之一,首先,底面积那就应该是πB的方,哎,B现在是半径啊,就是πB的方再乘以它的高A,是这样的吧? 说接着,如果以AC边为轴,就是以这条边为轴啊,如果旋转一轴所形成的圆锥啊,体积为12π, 所以这时候我就知道,12π就应该等于三分之一,还是π乘以,如果以它为轴这么转一轴的话, 那这时候半径是不是应该为A啊?哎,所以应该是A方乘以它的高,这时候就应该为B啊, 好,这个时候自然我们能做出一些东西来,我们先把它写上吧,这个ππ就消了, 那这个三,三分之一乘过来,三分之一乘过来的话,所以现在你就知道,哎,上面那个算式就应该是B方乘以A, B就应该等于48,下边这个就应该是A方乘B,那就是36,是这样的吧? 那现在AB各个是多少算不出来,算不出来了,好,那我们再看看求什么呢? 说如果以AB为轴旋转一轴,哎,这个我们上周讲过这样的,AB为轴旋转一轴,图形应该是什么样的? 对,它应该是这样,就如果你这块做一条高的话,它应该是上面一个圆锥,扁的,下面一个圆锥,长的,是这样的吧? 哎,这个时候它会说这个几何体的体积,好,我们先想想吧,你看如果你想求这个几何体的体积,这块应该怎么办呀? 嗯,首先呀,你是不是也求出这个圆锥,比如说我们管它为H1啊,这边为H2,那这个圆锥的,嗯,它的这个体积我们会算, 那就应该等于,嗯,三分之一的,H1是它的高,是这样吧,H1,乘以它的π,底,底就是这条边,这条边,比如说我们设一个什么呢? 设个M吧,哎,那这块就应该是π乘以M的平方,加上,这边还有个大圆锥,是这样的吧? 它们这块加起来就是三分之一,H2,哎,你发现底面就还是一样的,那就是π乘以M的平方, 所以你发现,哎,这个是不是就是三分之一,那现在π乘以M的平方一提出来,H1加H2刚好是什么呀? 刚好就是C这条边,所以现在其实最关键的,你先求什么呀?先求C,是吧? 还有呢?求一下这个M,这怎么求来的? 对,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特别关键的,补充了一下,什么来的? 你发现它是直角三角形,没有直角三角形,你会联想到什么呀? 哦,有一个特别神奇的,叫什么来的? 拱鼓定理,就是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,两条直角边的平方求和,就等于斜边的平方,是这样的吧? 哎,又叫毕达哥拉斯定理,又叫百牛定理,等等啊,所以是不是A方加B方就应该等于C方呀,是这样的吗? 好了,所以啊,哎,如果你要是想求出这个刚才我们说的C的话,你是不是得把AB求一下啊? 刚才田老师误删了啊,这样吧,同学们先自己做做,待会儿回来我们一起再对对答案。 同学们,做出来了吗?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做出来了,就是B方乘A得48,是这样的吧? 并且我们也做出来了,A方乘B应该得36。 然后呢,嗯,我们知道我们最后想求的体积,体积就应该等于三分之一,呃,πM的方,然后再乘以C,是这样的吧? 那这个分别是A,B,C,A,花一条高,这个就是M。 好了,那现在我们先想想吧,最关键得先求出AB,可以根据这两个条件,这两个条件有时候我蒙个数,如果你能蒙的准,我觉得很厉害。 如果这个你不会蒙的时候怎么办呀?我们看看啊,这是不是什么叫B方乘A呀? 是不是就是B乘B乘A,这是不是就A乘A乘B? 所以你会发现每个里面是不是都有A乘B? 那我们先把它消掉,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呀,哎,上面这个算是只剩一个B了,下面这个算是只剩一个A了,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? 是不是就是48除以36? 那上下我都可以约一个谁呀?约一个12,那这块就是啊,4比上3。 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B肯定是四分,C肯定是三分,是这样的吧? 那四分可能是八,那这时候如果是你的话,你怎么办?你就试,你就先是最简单的四分,行不行? 你看啊,4是16,那它就应该是三分,16乘3,刚好,所以这时候我们做出来了,B就是到4,C就是到3,是这样的吧? 哎,这还刚刚好是勾股数,这是3,这是4,这是几来的? C就是5嘛,对不对? 那M也做出来了,怎么做的呢? 这个三角形,直角三角形,根据它的面积公式,是不等于长乘宽除以2? 哎,所以就应该等于,它的面积就应该等于3乘4就除以2,是吧? 它也等于什么呀? 它也等于M乘5除以2,所以得说M就应该等于3乘4再除以5,所以这个时候M我们也求出来了, 那M就应该等于12除以5,那就应该等于2.4,哎,再往后,我们就非常简单了啊, 所以接着这块就应该是用三分之一,π乘以M方,那就是2.4的平方,2.4的平方乘以C等5, 这块呀,我好的算法,你别算2.4的平方,不好算,你怎么办呀? 你把2.4的平方拆成2.4乘2.4,三分之一乘2.4应该在那几啊? 哎,0.8,是吧? 然后接着你用0.8乘以5,0.8乘以5是几啊? 5.8乘以5是4,4再乘2.4,哎,刚好是9.6π,现在π7几啊? 你看人家都写的π,你就写成9.6π呗,这题就做完了。 所以通过这块我们会发现,哎,图形的旋转,啊,原来呀,也是一种奇迹的考法。 好了,那说到这儿,这些都都完,都完事了,接着该有一个特神奇的了,该什么了? 哎,就该那个,这个特别经典的那个电影了,实际上的吧? 好,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啊,哎,那通过铁达尼号沉默,我们能研究出什么呢? 阿基尼德原理的综合运用,阿基尼德的当时的时候可不是通过铁达尼号啊,那个时间点都不对。 对,好了,那我们先看看,回顾一下,很经典的啊,这个,呃,这个,这叫什么来的? 啊,杰克和这个肉丝是这样的吧? 哎,有一天呢,这个,在这个一个特别大的大船上相遇了。 然后结果呢,肉丝是个富家女,杰克呢,呃,也,就是也,也不太会干什么,但是呢,特喜欢他,后来就带着他体验了各种,哎,很神奇的生活,他就爱上他了。 然后结果呢,这个大,大船质量不好,哎,你看,非常很繁华,但确实质量不好。 啊,这个时候出交了,然后呜,呜,就开始沉船,是这样的吧? 田老师还看过3D版的,那个效果还是很厉害的啊,然后呢,在沉船的过程中,这时候他俩就遇到真爱了啊,然后后来呢,这个,好像是他就活了,是这样的吧? 在一个小板子上,然后结果他呢,因为水太冷了嘛,就冻死了。 具体的故事就是这样的,田老师不再会讲故事啊,讲的不够美丽,哎,但是这个故事跟什么没有关呢? 待会儿我们再说,我们先说说这个阿基里德的事。